大陆外交部长秦刚镜头前先伸手 但与布林肯默契似乎稍嫌不足 眼神没对上 而两人的闭门会谈 也没先对媒体发言 气氛有些严肃 而作为拜登执政期间 访华的最高层级美国官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秦刚 在北京的会晤地点 对美中关系别致异议 尽管布林肯抵达北京时 中方必为派出副外长接机 而市警派出美大司司长杨涛前往 被认为有冷淡美方之意 然而双方外长会面的钓鱼台国宾馆 其实曾接待过美前总统尼克森 地点安排被认为有特殊含义 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吴兴博就表示 布林肯此访其实是想和中方确认 接下来双方高层交往的路线图 以及时间表 美国把重点放在11月 伴在旧金山的APAC亚太金河会议上 美方想知道中方领导人是否会出席 吴兴博分析 接下来美中将在经贸气候领域上 陆续恢复对话 吴兴博还点出布林肯本次出访 代表对大陆还存有一丝丝期待 而就在布林肯出访前 美方官员也希望 两国能够摆脱言辞交锋 双方在正常的沟通管道上 能够有所进展 美国众议员康纳认为布林肯这回要是见不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没关系 因为能够访问北京已经很好了 毕竟双方存在过多期见 一时半刻要化解误会并不容易 渐渐外界对本次美中对话的期待拉底许多 记得林肯中文报道